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十四亿人的大国一声令下 指国宅家 在宅家的这段日子里 一封封来自医护人员的请战书泪人动容 不计报酬 不认生死 若有战 朝必回 战必胜 每一封都让人尊敬 大家也总能从各个渠道 听到或看到 关于抗议英雄的事迹 那个告诫大家别去武汉 自己去向武汉逆行的钟南山院时 那个主动情去武汉的李兰娟院时 以及近在眼前的我院五位向武汉逆行的医护人员 他们克服对疫情的恐惧 克服对亲人的思念 克服冬日的寒冷 以及因防护服导致的行动不变 在武汉针分夺秒 在疫情和死神手下就会一个又一个生命 他们是英雄 他们值得人们牢记 在逆行的同时 也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虽未逆行 却也在这场疫情中无私奉献 他们遍布各个隔离点 小区 道口 机场 他们直面疫情 保护着武汉外的其他人 报名了原额 但没有入选第一批前往武汉的我 便申请参加了观察隔离点的工作 虽然做好了准备 可是依旧在第一天让疫情给了个下马威 为了防止疫情传播 隔离点关闭了空调 穿着厚厚的衣服 还是被冻得瑟瑟发抖 在寒冷中迎来了隔离病人 穿上隔离衣 测体温 宣教 送上生活必需品 做完这些 护目镜上就起了一层雾气 视线变得模糊 呼吸也开始变得笨重 将隔离人员安全送进房间后 再背着消毒箱子 将所有的走道 电梯来个全方位的消毒 一切完成 看似简单 但隔离一下的我们早就大汗淋漓了 随着隔离点的观察人员日益增加 每天的测温工作也变得繁琐 从刚开始的一个小时 到后面的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不过 看着14天隔离气满的大家 心情愉悦地回家 我的心情也会变得很好 在隔离观察点的这段时间 我深刻体会到了疫情在身边的胆战心惊 也感受到了隔离一下的行动困难 戴上护目镜的艰难前行 两层口罩照的呼吸困难 背上消毒液的沉重 让我深刻明白了逆行勇士们的不意 有人出力 也有人出钱 在物资匮乏的疫情期间 光有无私奉献的工作人员是远远不够的 在得失我们疫情爆发 物资缺乏的第一时间 来自世界各地的抗疫物资 远远不断地送进武汉 海外的华人 同胞们四处购买口罩等抗疫物资运回自己的祖国 其他各国也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喜悦无依 与子同商 青山一道同于雨 明月合层是两相 每个字 每个词 每段话都让人感动 让人热泪 所幸 没有一个寒冬不可逾越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在漫长的黑夜 替代不了黎明的曙光 在猛烈的风雨 也阻挡不了灿烂的阳光 再严重的疫情 也压垮不了中华的儿女 最终我们还是控制住了疫情 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会完全战胜它 因为我们团结一心 砥砺前行